现在我们来看一款迷你的信号放大器 换彩的信号放大器 它是三线或者四线断点续床都可以用的 三线就是这种针带 这种三线换彩或者四线断点续床 都是可以用的 它的用法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到这里 它是有箭头的 就是从这里输入到这里输出 它不是接控制器这里 控制器接灯带 控制器接灯带 不是说在这里加信号放大器 而是在这里 这一条跟下一条 中间有延长线 中间有一条很长的延长线的时候 这个是1米5的延长线 用这种延长线延长出去 然后这时候会延长线太长就会有产生干扰 所以我们一般就在 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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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端 等待输出端 加一个 信号放大器 加个信号放大器 再接延长线 再接延长线 再到后面再到后面这条灯带 这样子接下去 然后三线换彩也是一样的 三线换彩 灯带后面 加了信号放大器 再加延长线 再到灯带 这样子能保证 灯带的 那个 信号增钱作用 然后还要注意一点就是 断点续传 就是分开来看嘛 这一款是断点续传的 就是煤根线 这里煤根线的定义 要跟灯带的定义是要一样的 煤根线的定义 要一样千万不要接收线 接收线的话可能烧坏的 就是一个 然后 那个 这个 飞到你三线的话 就把中间两个信号线连在一起 就可以了 再加一个右手管 起到信号增强的作用 这个三线呢 一般都不会有 颜色错嘛 就是这个四线的 要做 要做这个 成品的时候 就是这种 加这个成品的时候呢 就是要把这个 线的定义 说清楚 不然的话我们就很难 做得对 如果没有线的定义的话 就建议你买这种 小的 自己焊 焊的箱头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